8月4日,印尼华一总会接见了到访的中国西亚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代表团一行,并就双方的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印尼华一总会今天接见了由西亚门大学副院长李俊峰教授领导的代表团一行,双方就如何增进印尼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并传承进行了交流并探讨合作事宜。 印尼华一总会总主席黄德鑫表示,中华文化不仅是民族身份的象征,也是国家文化财富的一部分。 活动上双方还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协同效应,为提高教育质量,交换知识与资源,以应对全球教育挑战产生的积极影响。 双方希望采取具体的步骤,藉此合作作为在印尼传承中华文化的平台,并提高对两国教育的贡献。 我们最开放的就是,最开放的就是它的经济的积极。 因为我们有...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